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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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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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跟我接触的女人 都跟我有关系 事实上这几个女人 在我们 我没认识她之前 我们都是朋友 她如果不跟我吵 不跟我闹的情况下 我不会去 她们一打电话 我就出不去 你知道吗 她不光是 八江生生那些女生 网上那些女的她也聊 一个kipers不够 三个kipers聊 最近都拉马气糟的人聊 而且还背着我 把以前的女朋友 拉马气糟的 破酷残嘴的事 还没解决完 又来找她 有前女友的事 前女友这个人也有 我们分手之后 我认识了她 后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她又后悔了 找过我 你现在已经有了孩子 有了宝宝 还是招惹她 一个kipers不够 你把话说清楚了 什么时候招惹她了 这边有孩子呢 那边还跟你去聊 跟那个平地没有关系 那么联系上的 跟前女友 我们谈了几次 她因为我们 还有在一起的可能 我说不可能了 知道吗 后来 她觉得实在失望的时候 她有一次找一个借口 她给我借了一万块钱 之后 她打了几次电话 你跟你缺钱吗 如果你感到缺钱的时候 你会打电话给我 但我一次电话都没有了 妻子在指责她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丈夫有一个 关起自己的一个姿态 就是她两个脚 是她关起来的 实际上她对于 妻子的那种指责 她是不愿意听 她封闭自己 她如果想跟 一个女的断的话 怎么情况上都可以断 她优秀的多 优秀人家找的就好了 你现在自己跟你说 找的就好了 无论是工作能力 还是各方面 现在咱不去找她 但是我跟你说 我想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家庭 我不想要的是吵吵闹的家庭 对我来说烦死了 对我来说烦死了